城乡墓运藏着在地形复杂的地方 使得居民如果要寻找城乡墓 时将会以团体的形式去挖出城乡墓 在巴布亚运藏着的城乡墓 大多数都是出厂的古墓 这是足境迈在沼泽圣泰基础 因此要挖除盖城乡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再加上他们是用传统的方法来挖除城乡墓的 不过以伊利己耐心 他们终于获得了宝贵雀 价值达到百万伊利顿的城乡墓 经过近一整天他们与泥土波都和所付出的力气并不是白费的 他们能把各种尺寸和质量的城乡墓 出售 出售带来的金钱用于满足他们生活的需求 出售前通常他们都会做一些简单的清洁和干燥过程 让石碎的城乡墓变得清洁和干燥 干燥的过程一般都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货城乡墓采用马带包装起来 并准备发出包補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巴布亚使用飞机或船舶 把城乡墓送到印度尼西亚各个领域及其他国家 如台湾、中国、域、底白、喀塔尔、也门、日本和香港 除了以木材的形式把城乡墓出口以外 加盟印度尼西亚城乡墓协会的企业家 为了提高城乡墓的价值也使用了蒸馏的过程加工城乡墓 城乡油是城乡墓最重的成品 这是为了满足国内和国外消费者的需求而销售的 印度尼西亚生产的城乡墓不仅质量具世界前列 而且占在世界需求的70%都生产着印度尼西亚 按照印度尼西亚城乡墓协会具有的数据表明 目前印度尼西亚仍有奖金60%的城乡墓运厂着 然而为了避免城乡墓的灭绝 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把300万将生产城乡墓的植物种了 这行动将会持续实行 通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林业部部长卡班先生 实施的植物百万树运动 城乡墓现在在苏曼达拉、加利曼丹、加瓦岛、巴里岛、龙木岛 苏拉维西和巴布亚种植 为了提高种植城乡树的质量 印度尼西亚城乡墓协会现在与台湾企业家合作 如使用节中剂生产城乡墓或增材配盖制物 其目标使得人工种植的城乡墓能够快速地生产 并确质量等于自然的城乡墓 总而言之 我们希望将来城乡墓能够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外汇 而后提高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福利 使得印度尼西亚变成繁荣、畅盛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